賴清德在南部是五十比韓國瑜三十二 對的 韓國瑜高 他贏他十一點五趴 小英只贏他三趴 一個是十幾趴 一個三趴 怎麼打 還是賴清德有機會 但是如果 賴清德在南部機會那麼高 他在中央 中央在北部地區 我跟你講 年輕人不是比較低嗎 民進黨會大贏 總統大選 都是開南部大贏才有可能 你南部如果沒有 你都不會贏 可是這一次韓國瑜贏了十五萬票 现在已经翻转了 你没有看到那个美丽岛电子报 可是这个民调也很奇怪 他快五成 这个赢了韩国瑜大概 很明显赖清德在南部的优势 是非常明显的 现在就是说小英 如果没有好好静下心来 团结起来 我们大家都看得出来 赖清德是立营里面最强的候选人 可是也有人说 你不去支持一个最强候选人 那就没机会 我跟你讲 也有人说赖清德在中南部很强 蔡英文在北部很强 然后蔡英文在年轻人很强 赖清德在四十岁以上很强 两个人合作起来比较强 蔡英文在一二四被检验过 拉不起来 不可能的 所以你的在民间的感觉 初选上面 赖清德会拿到你吧 小英不可能的嘛 所以只有赖清德有机会 因为民调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是要你要看趋势 那也就是说从一二四 民进党大败之后 蔡英文的民调 有没有缓步上升 就趋势来看 他的确是在逆势往上慢慢的加回来 那如果说我们只看南部 可是无奈的是选总统 不是只有南部在选嘛 那所以是要看全国嘛 那全国的民调 现在看起来两个人的差距 就是两趴跟三趴 两个人都输韩国瑜跟郭台铭跟柯文哲 是 可是呢 可是彼此之间赖清德是赢的 那还是初选啊 因为初选规定里面 没有说你们两个人都输 一个人就要退出啊 对啊 所以现在没有人 没有人说不要初选嘛 所以那初选还是要进行的 所以因为在五月二十二号之前 都是协调期 所以要在这一段期间里面 按照你们规定的步骤去进行啊 这件事情我不知道有什么样的疑问吗 还要协调什么嘛 应该就不要跟你配了 那为什么还一直叫人家配呢 这是协调小组的工作呀 没有配了啦 其实基本上现在就是 大家如何协调吧 没有配了协调这个民调的这个方法 对不对 对于赖清德比较有利的 其实是互比式这个人群 按照他们党章的规定 其实就是互比耶